大家好,今天的天氣真是認真正 萬里無雲,天氣很藍 我剛剛在當地的Corsico買了一些食品和用品 現在就駕駛回瑪德燕羅家 瑪德燕羅住在西溫哥華 很多新來的朋友有時都搞不清楚 溫哥華西區和西溫哥華 如何分開的分別呢? 其實西區的溫哥華就叫做溫西 在溫哥華市的西端 比較是屋價貴的地段 很多人都聽見西區的屋子一定是貴的 一間很舊很小的屋子 現在都去到三四百萬 沒辦法的了,地價就一直漲 很多時候人們盼它看什麼時候 地價跌下來 但是人們是慢慢等的 都沒辦法等到它會跌下來 跌也不會大跌的了 那麼西溫哥華就要在市中心 過去史丹利公園那裡就有一條橋 那條橋就叫做斯門橋 這條斯門橋就建在海峽最窄那一段那裡 就造了這個跨海大橋 斯門橋也是很有歷史的一條橋 也是幾古色古香的 在市中心向西溫那方向上橋 看到橋兩邊有些雕像的 覺得是幾古色古香的建築 其實我真的一個星期要走這邊 回西溫就走三次 因為家有老人住在那邊 那我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下西溫哥華 我覺得你說好不好住呢 一定是好住的 因為那裡是很優靜的 大家都知道西溫的屋子很貴的 除非你以前買下的 我媽的宴娜買了我的屋子 超過了七十年了 所以不可以說用現在的屋子去說 沒得說 因為地和景 照現在的生活水準 現在的屋子去買一定是很貴的 但是在七十年前我相信 都是可以購買得到的 就是普通人 其實西溫三四十年前 很多人都會在一些老人的手裡 買到一些屋子 因為西溫有一批人 他們老了 那些屋子就要賣出來 或者人離開之後 那些後人又賣出來 有很多移民在他們手裡 買了這些屋子 大部分都會拆掉 推倒去重建 最早來溫哥華大量去買一些屋子 就是來自於伊朗 當時伊朗巴列維國王時期 真的有很多有錢人 以前的伊朗真的很富裕 後來巴列維王朝被人推翻之後 很多皇親國戚 或者當時有很多有錢人 他就來加拿大溫哥華 他們就覺得西溫哥華的景色 就是無敵的了 所以他們在這邊 就買了很多屋子 甚至投資了很多地 來建那些屋子 很多都已經是收租了 那些屋子很多成動的建出來 都是西溫哥華 大家都知道有個歷史問題 就是以前你是亞裔人 或者是有色人種 他多數都規定你不買得西溫 多數都是白人來住的 多數以前的人 就會選擇在西溫兩個地方去買屋子 一個就是在海邊去買地建屋 海邊的那些 就直接 無論是後院也好 你的前花院也好 你一出去 就對著大海 那些不是一般的海 是茫茫大海 他們就喜歡這種 真的在大海邊 在岩石邊建屋的 還有一些 他就在西溫的山上 就附陷了整個海洋的海口 那個景色非常漂亮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溫哥華有一個郵輪碼頭 每一年的夏季至秋季 都有三百多部郵輪到訪 我們溫哥華這個碼頭 就是那個次數 所以那些郵輪 你如果住在高的地方 你就看到它 那就出海口 是非常漂亮的 有兩個地方 他們願意投資在這裡建屋的 一個就是在海邊 海邊看的海是平時的 有時翻風下雨的時候 你是很強烈感應到那種 風很大 浪很急 如果你老人家 就少一點選擇 在海邊買屋 為什麼呢 因為溫哥華到秋天尾 到冬天 就經常是 差不多天天下雨 如果一間屋 建在海邊 濕氣很重的 所有很多屋子 在一個家庭裡 都有幾部抽濕機 這些就是 標配一定要有的 那住在山上的又怎樣呢 住在山上的又怎樣呢 它不是平時的海 它是俯瞰地 看到全景 看到斯門橋 甚至看到高溫岩 就是最近近住 在康舒碑對面的寶雲島 它們全部都看了 天氣好的時候 海是藍色的 非常漂亮的 站藍色的 天氣不好的時候 也很浪漫的 煙雨蒙蒙的時候 在山上的那些屋子 走出前花園 看到大海 就是灰蒙蒙的 很浪漫 下雨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買屋要風水 其實在西人 它們就要景觀 景觀開揚 它們一樣是有要求的 它們是要個view 要很舒服 如果你住在山上的那些 就是背山面海 住到山上 有一個很奇特的景象 到冬天的時候 它有一條叫做下雪線 如果你住在山腳山的中間 很多時候 雪都未必下很多 或者是經常下 但是如果你家屋 建在下雪線的上面 那就經常會有很大的雪 還有 和下雪的次數 是比較多的 盆山而上的屋子 建在上面 很多的屋子 建築成本是很貴的 材料很多時候 都會找一些石的石材來做 那些麻布和大里石 運到上山來建 是很貴的 因為它是營住山來建 部分的屋子 都自己建了室內外的私家泳池 有些在卑士馬 有很多人會建在網球場 他們一定要做一個護土場 他們怕山會塔坊 有些危險 所以它的成本真是高些 而且他們在自己的車房 到大門的大閘那裡 那段路 他們全部在地上鋪發熱絲 因為多數都是斜坡 冬天下雪 或者有黑冰的時候 他們就要開發熱絲 去溶解冰 冬天最怕路有黑冰 什麼黑冰呢 因為它晚上太低溫的時候 它就結了一層比較厚一點的箱 好像玻璃面一樣 那你這部車就很危險 所以他們一出車之前 就一定要開發熱絲 即是它叫絲家路 那裡 有些房子在外面看 真的好像古堡一樣 是很漂亮的 其實在我們BC省 有幾個地產發展商 這些巨頭 這些超級富豪 他們的家都建在西溫 以前來說 都是叫做婦人區 現在其實也是算的 我的媽媽 其實她也在西溫出生 因為她父母也是住在西溫 所以她當時也希望接近自己的父母 所以她也熟悉這一區 她就買了這裡來住 一住就現在成九十幾歲了 所以她們有一群朋友 都是住在那一帶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回去 經常都是做一些BBQ 那些Summer Party 我媽得現多 那間屋旁邊 有一個鄰居 現在那群鄰居都不在了 走了 我記得當時 他們兩三家人 住在那一邊屋 都經常有互動 如果我們開派對 都邀請他們過來一起吃 他們很喜歡 問我們今天又做什麼 我們西溫仔多 很多時候都是 BBQ最好 不用煮那麼多 清落之後 原來她這位鄰居的男主人 就是設計我們西溫到威士納滑雪場的 那條海天公路 去見那條海天公路的總工程師 很專業的人士 可能是設計那條海天公路 都不是容易去建造的 因為有很多山 一邊是大海 一邊是山 非常壯觀的 相信很多來溫哥華旅行的人 甚至我們本地的居民 很多時候都會駕駛車去 Skormish 或者去威士納雪山滑雪 都會駕駛這條 C to Sky Highway 連接著Highway 1 即是1號公路 如果大家來到溫哥華 租車也好 和朋友去也好 你經歷一下這條路 你就覺得景色非常漂亮 是一邊山 一邊是海洋 雖然沒有加州那條1號公路 這麼壯觀 但是都相差無幾 真的很值得去那邊 開車 好玩的 那位老伯伯 那位老伯伯 當時我們都看到他 很老人家 他給了很多照片 邀請我們去他家裡吃東西 看到有很多以前很珍貴的溫哥華的建築 溫哥華的地貌 溫哥華市 有很多很多舊的照片 那間屋都好像沒有賣 都是他們的喉人 在這裏保持著 這一班人 都屬於收入都很穩定 你說現在用來養老是非常之好的 其實講西溫 這一集 分分鐘是未夠時間講的 其實你有時去西溫 你走進內街裡 是最多見到菲律賓那些工人姐姐 是陪同那些老人 在那裡散步 或者是下來 在那裡 在那些餐廳照顧老人家吃飯 證明那邊的老人部分 就是在家養老的 而且他們都可以請工人姐姐的那一班 可能中國人和西人那種思想概念不同 其實很多華人 他們在前半生一樣 是去打拼 積累了財富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就不捨得用在自己身上 就僱仔 僱孫 給首期 僱孫讀大學 你那個資源永遠都是攤薄了 是不夠的 留給自己 就是沒有辦法去 可以 take care 到一個 晚年的生活照顧 但是在西人來說 他們 投資了物業 有一筆被動收入 甚至他們有一些物業 如果他用不完 你的子女就拿 如果他在生的時候 他要動用到這一筆錢 要用完這一筆錢 就無可厚非 沒有得爭議 我覺得這樣也是最好的 是吧 因為都是自己去賺回來的 那些錢 我覺得 父母這樣做也是最好的 可能概念不同 現在我停好車 我準備去Hold Food 買一些西點 回去給瑪德賢娜 然後接他去一個風景 很美的地方 去吃個午餐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再見